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将大气圈分为三层 即对流层 平流层和电力层 对流层是大气层靠近地面的一层 它是密度最高的一层 它蕴含了整个大气层有75%的质量 以及几乎所有的水蒸气和气溶胶 对流层与我们生活关系最为密切 对流层高度因纬度不同而异 在低维度地区平均高度为17到18公里 在中维度地区平均为10到12公里 基地平均为8到9公里 并且夏季高于冬季 对流层的上面是平流层 其中包含着臭氧层 电力层是地球大气的一个电力区域 受太阳高能辐射 以及宇宙射线的激励而电力的大气高层 60千米以上的整个地球大气层 都处于部分电力或者完全电力的状态 我们讨论大气污染 主要是讨论对流层的问题 也会涉及到平流层 主要是促氧层保护的问题 大家知道对流层大气中 最主要的成分是氮气和氧气 分别占了78.1%和24.9%的比例 剩余部分包括一些毒性气体 比如氧气、奶气等 以及二氧化碳等 它们的含量很低 用百分比来表示不太方便 因此我们采用了PPM 也就是说百万分之一 这个单位来表示 二氧化碳的浓度近200年来不断上升 现在已经达到400PPM 除了这些含量 较为稳定的气体外 大气中还有很多其他气体 比如水气、甲烷、一氧化碳等 在地表附近 水气的含量最多可以达到4% 大气中的一些污染物 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 其含量很低 通常用更小的单位 PPB也就是11分之一来表示 我们可以看到 在污染大气和清洁空气中 这些气体含量相差是很悬出的 那么什么样的大气才算作污染大气 大气污染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在这里我们给出大气污染的两个定义 第一个指出大气污染是一种大气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一些物质的浓度超过了正常的范围 对于人、动物、植物、材料 或者是气候产生可以车量的影响 这一定义强调的是大气的一种状态 特定的气象条件会导致特定的大气污染现象 第二个定义说 如果大气中某些物质达到一定浓度 并且持续足够的时间 一致对公众健康、动物、植物、材料、大气特性 或者是环境美学产生可测量的不利影响 这就是大气污染 这一定义强调的是浓度和持续时间 当污染浓度高时 产生不利影响 所需时间就会短 反之亦然 因此浓度和持续时间 是大气污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指标 关于大气污染的类型 通常我们可以分为 居地性、区域性、全球性大气污染 以及室内空气污染 居地性和区域性的大气污染 顾名思义 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的污染现象 包括我们熟悉的细颗粒物的污染 光化学、烟雾污染 以及酸鱼等 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 还包括气候变暖 救养症破坏等 室内空气污染也属于一类重要的污染 包括甲醛、本、冬气等污染 以及吸烟造成的污染等 但这部分内容不作为本科生的讨论的重点 我们经常说控制大气污染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大气污染是由哪些系统组成的呢 首先排放源 也就是排放污染物 第二部分是大气环境 污染物进入大气 再经过传输和一系列的复杂的 物理化学转化过程 最后对人、动植物、材料等产生影响 我们称这些受到影响的个体为受体 大气污染控制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是对污染源本身进行控制 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另一方面 对产生之后的污染物进行控制 减少排放量 受体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受体是用来检测大气污染状况的医器 利用这些医器的响应 能够对排放源进行自动控制 另一种受体就是人、动植物和建筑等 通过评估污染对这些受体的影响 采用立发监管的手段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 无论哪种途径 最终的落脚点都在污染源上 所以说改善空气质量 污染物持续减排是硬道理 搞清楚大气污染控制的系统之后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研究内容 这里主要包括五点 第一研究大气污染源本身 污染物产生的机理如何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第二研究污染物产生后的控制技术 也就是对污染物进行分解混着普及 第三研究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的行为 如何传输和转化 第四研究大气污染的影响 第五部分研究制定大气污染的控制法规和管理体系 本课程重点讨论前三项内容 这门课程的后续部分内容 就是围绕着五方面内容展开 其中包括大气污染的影响 和大气污染法规标准体系两部分内容 主要在第一章序论中简要介绍 大气污染物的产生机制 主要在第二章燃烧与大气污染中讨论 第三章第四章讲解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行为 后续第五到第十一章将围绕各项控制技术进行讨论 这是本课程最主要的内容 最后第十二章 对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做综合性介绍 欢迎大家继续本门课程的学习 祝大家学习愉快